继续来掌握的是国际间的最新讯息 是乌克兰在三号有坦诚 弃守乌冬策略要地 西利昌斯克市之后 那么俄罗斯也重视拿下了整个卢干斯克州 而普丁也是在庆祝俄国的胜利 他除了下令俄军休息之外 也重申要完成继续应该完成的任务 等于是敦促俄军要继续进攻整个敦巴斯 市场内摊位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奋力灭火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之战烽火连天 斯拉夫杨斯克首当其冲成为新前线 当地一座市场遭到俄军炮火猛烈攻击 造成至少两死七伤 俄罗斯正式拿下了整个卢干斯克州 目前已经占领超过20%的乌克兰土地 俄罗斯总统普丁庆贺俄军胜利 除了下令俄军休息提升战斗能力外 也重申应该要继续进攻整个顿巴斯地区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前司令表示 乌克兰一百多艘的舰艇 如今只剩下个位数 乌克兰海军变成核军 就在这敏感时刻 日美引出大陆外交界消息人士透露 俄罗斯总统普丁6月15号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 曾经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但习近平则以大陆的防疫措施为 由婉拒对方的邀请 为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日本首相日前表示 七大工业国将会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价格设置上限 预估将是限价的一半 对此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表示 这种做法将会导致市场上的石油减少 而且可能推升油价飙破 每桶三百至四百美元 记者综合报道 G7峰会在上个礼拜有同意讨论 对于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 也耗尽俄军的战争资金 日本首相岸田文总就提议说 将俄罗斯的石油价格限制在 这个之前的价格一半左右 而对此俄罗斯的安全会议 副主席就痛逼这样的做法 会导致市场上的石油会明显的减少 而且可能还会推升 油价再继续标破每桶三百到四百美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了制裁俄罗斯 有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限制在当前价格的一半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捅疲这种做法将导致市场石油显著减少 推升油价可能飙破每桶三百到四百美元 更撂下凡话表示 日本将再也无法买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也无法参与萨哈林二号计划 发文最后更用俄文打上日文 写写拼音 讽刺意味相当浓厚 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总统令 表示将完全接管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二号 让日本政府相当紧张 为了因应能源危机 岸田将推动核电机组重启运转 并将最大限度利用核能 但他也重申 目前仍会利用既有的火力与水力发电厂 来因应当前电力供需状况 而南韩也制定新能源政策方向 目标在2030年将核能发电占比 提高到30%以上 俄乌战争冲击下 原本依赖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的国家 继续替代能源 而重启核能成为许多国家的选项 记者廖云综合报道 西安紧急宣布要全面封控7天 虽然政府说没有封城 但是民众还是担心死了 直接上街抢菜 大陆西安5号下午紧急宣布全市管控7天 公共场所关闭 餐厅也尽内用 因为室内出现BA.5分支 BA.5.2确诊者也是全国首件 目前已累计18例 传染源头不明 政府强调临时管控不是封城 但民众仍急忙到超市抢购 西安火车站深夜涌现 满满人潮要搭车离开 我怎么感觉春运都没这么多人 同一天上海也宣布 三天内对全市12区居民 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测出阴性才能出社区 可能跟4号新增的本土案例有关 确诊者曾到访酒店KTV 引发群聚风险 而江苏无息7月以来 超过百人确诊 街道上出现防护医大军 空拍更震撼 白衣队伍看不到镜头 都是准备去隔离的确诊者 日本疫情也在一起 全国担任新增3万6千多例 创下5月20号以来新高 东京新增5千多例 是上周同日的两倍 医生警告 BA.5已取代BA.2 成为国内主流病毒 原本的病毒感染后 两到三天才会发病 现在缩短到一天就可能发病 有患者觉得喉咙怪怪的 以为是冷气吹太多 没想到一咽就咽出阳性 BA.5潜伏期短传染力强 恐怕引发日本国内 第七波疫情 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首相强僧再度面临了危机 卫生大成贾德维和财务大成苏纳克 在今天相继请辞 而其实强僧才刚刚惊险躲过了 派对门的丑闻 还有不信任投票 为了保住权力 他也这一次指派了 新任的财务跟卫生大成人选 但人事大地震 恐怕也是撼动了强僧自己本身地位 而来看到今年的五月份 德国的外贸出现了十四年来 首度的逆差 这个金额还是接近了十亿欧元 但德国非常仰赖的是进口能源 因为全德国至少百分之 五十五的天然气通通都来自俄罗斯 所以其实普丁也很聪明 他看准这一点来反制 拿北极天然气管线下手 让德国不仅重启燃煤发电 甚至还说不到26度不能开冷气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你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 携带型的USB插头 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